哈囉大家好啊 這裡是鍋寶 雅芙上線了特別版的秘境召喚 而這次的秘境召喚是可以使用勾玉的喔 只要花費一張的秘境召喚符含163個勾玉 即可獲得其中四次的召喚機會 使用勾玉的話每天是有三次的參加機會 並且每天都有不同的四神UP可以選擇喔 那鍋寶第一天有去玩一下 然後呢一開始我還沒玩是這個樣子的 那後來呢是這個樣子的 然後我就把每天三場玩完了 到底是為什麼會發生這樣子的轉變呢 鍋寶就帶大家看看當時的情況 可以玩一下嗎 好了 我好想要玩一下 哪一會兒 可以玩一下 偏單套 你不要玩一下 就賺小魅力 這樣會玩一下 真的很難用 發出這個樣子 哈 哈 郭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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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是福的紙呀 大事先兜的灾灾 招待 是嗎? 我終於出場了 真的沒有想到會抽出SP的慈木童子呢 那這次也是讓我自己很意外 因為本來是想說以好玩的心態來抽 結果竟然上了一部歐洲列車呢 竟然隱藏的小子 竟然追蹤了 竟然招收到重工 竟然通常心 我叫復首 竟然要照顧了 竟然前頭愛 竟然出場 竟然進去 竟然很幸運 那些人在哪 妳們!妳們不要惹 總共花費了361的勾語 把磁木桶子給帶回家啦 而且還是SP的皮膚呢 我感覺還不虧 由於第一場的經驗感覺還不錯 趁著歐起爆發的時候 趕快來試試看第二輪 是否又是一部歐洲列車呢 只要有不虧 趕快來吧 趕快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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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想到還會再抽出一個妖刀機出來 也非常感謝在場所有人給予我的祝福 我們可以拿到我的祝福 我們要把我揮霧 我們會有默奮的 我們會置業 我們會玩這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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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冬天的心裡有可能有的動作 如果打招呼,你能夠勝出 哦呀 這是男的香氣嗎 我會想玩嗎 叫了 由於剛剛兩場都抽到了SSR 所以呢我又玩了第三場 不過這次就沒有發生什麼特別事情 郭寶在這邊做快轉處理 讓大家看一下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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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體來說郭寶覺得這活動還算蠻有趣的 大家也可以去玩玩看喔 不過這邊還是要建議大家一下 如果你是一個全圖鑑的玩家 或是資源沒有很多的話 還是建議留到週年慶再來抽卡喔 MING PAO TORONTO 如果真的有餘力的話 再來玩這活動也是可以的 另外這活動是有成就可以拿的喔 可以拿到一些動態貼圖 那麼這次的分享就到這邊啦 如果喜歡郭寶視頻的話 也別忘了幫我訂閱按讚分享喔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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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